OK 首先我们先回答朋友们的问题 第一位朋友他是用传统信件寄来的问题 他提到 于此我要特别感恩您的教导 自两年半前跟随您学习 原始佛法以来 我粗的烦恼减少了许多 整个禅修的基本原理及方向都清楚 但由于要照顾家人及自己的习气深重 所以感觉进步很慢 有时候觉得自己退步了 深邃的烦恼仍旧使然 如以前因情感放不下的执着 在当前因境界再生起 无法及时觉知去 缓解那惯性的反应 事发之后我就想到凌晨说 过去在乎的是那么的stupid 我就再提醒自己 现在在乎的也是那么的愚痴 若此方法有不妥当或更适合的技巧 请老师指教 OK好的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它也是一种无常无非我 这种逼迫想的修行的一种方式 然后就如同刚刚所讲的 它这里面有好一个部分的关键 是在于你要能够检查 当你采用这样一个视角的时候 具体产生的心理情感上面的效应是什么 它是不是帮助你在破除掉我们 最起码在松脱我们 所以我们不是把这个 当下我所在乎的是如此于此 当作是一个咒语一样 然后机械性的不断的念诵它 那个禅修哲 他在很多时候 这种自我探寻的方式 他是灵巧的 这里面的灵巧再一次 他在看 当我讲说当下我所在乎这一切 是如此于此的时候 你是不是同时的 在你实际正在发生的经验当中 在做检视 你是不是能够帮助你自己 越来越去辨识 什么叫做在乎 那个在乎它这个里面是 包含了什么样的念头 你是怎么相信这些念头的 或者是说 它这里面包含什么样的态度 你用习惯性的 那个内在的纠结 习惯性的 那个内在的用力的方法 你有没有在帮助你自己 辨识这些动作 辨识这些现象 然后再做 这样的这个取角 OK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亲爱的朱老师 感恩您的慈悲 还是非常受用 学生有两个问题 请教 一 两周前 我腰椎间 盘突出腹法 卧床时 能感到内心 有一股明显的憧憬 一直在翻腾 恨不得脱离身体 以便工作 做家务 接送小孩 我知道这是捕捉心形的好机会 也是做身体飞我强的好机会 可面对现实困境 却似乎没有着力点 我目前负责一本视频书的录制 项目方老板听说我腰途停工 买了好多东西送给我 又在两天后催我 好转后尽快去录课 进度已经是该项目全国最慢的了 我感到压力好大 于是烧油缓解后复工 却在复工后病通 家具再次卧床 现在对项目方的催促感到害怕 好像自己同时亏欠了工作信誉和人情 不知该如何处理 OK 好的 如果我们安静的去检视 什么叫人情的话 你就会对他有不同的认知 你会 那个人情 他对你身心的那种 推逼的效应会不一样 然后我们一般的人觉得 这个我们如果对不起人家的人情 这是一个多么不好的事情 这是多么让我们良心不安的事情 但是你若你去看到 像对方帮你买东西 这样这个动作 虽然他有好意在里面 可是你也看到说 这是一种按你按你我的方式 这是一种增强鼓励某一种行为的方式 如果你平常有做这样的练习的话 你就对于这世间 所有一切按你按钮的 不管是有人用称赞你的方法 送你礼物的方法 或者有人用批评你的方法 处罚你的方法 你都会有一种 不乐意被 那个冲动感所推逼 这样子的直觉 你会有一种坦然 对于这个所有的这种 urge 生理上心理上面产生出来 这种冲动感 非要做什么不可 的这个感觉 会有一种不想要对它起反应 这样的一种认识 然后 你遇到眼前这个状况 身体它是 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这个我想每一个人理智上都了解的 发病会多久 你需要多少的时间的付出 这不是 光是你要不要选择偷懒 就能够改变的 要不要选择你要尽快复工 或者是 奋发向上 你就能够改变 眼前的这个病况 而且 你 内在有越多的这种推比感 你的免疫系统 承受越大的压力 你是更不容易康复的 所以 我们 做人 特别是很多的宗教徒 他要有一种练习后联比 的功夫的 他不要让自己的亲和力那么的高 所以这边亲和力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直想要讨好别人 你一直很怕 别人不喜欢你 你要深刻去知道说 我们的 很多的那种亲和力 那种想要讨好别人 想要做一个好人 那其实不是 来自于善良 它是来自于一种畏缺 来自于一种胆小 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的相反 原因是因为我们 不懂得怎么样面对对立 不懂得怎么样面对那种不愉快的场合 我们为了要避开那样的不愉快的场合 所以 甚至 愿意 惨媚 愿意 委屈自己 那 讲了那么多 如果有帮助的话 甚至你这个时候 可以有一种很宿命的态度 他觉得这个病 他是要什么时候好 他需要多少的时间复苏 这是完全在操控以外 你有一种听天有人 这是老天爷的安排 这个是 业力的安排 就是 如果在有选项的时候 你的工作的方式是可以不必要那么大程度的 要看人家的脸色 那是最好的 如果这个工作已经变成了 你要承受那么大的精神压力 这个都 不是理想的工作方式 当然我也理解 在当前的现实的环境里面 有可能你是没有这个选项 可是如果有的话 也考虑 不要让自己是待在这种 不得不顾 这人情 必须要委屈 纠权的 状况 OK好 然后你第二个问题提到 我和前夫分手多年 大多时候 能维持较为和谐的关系 也欢迎他来 探望小孩 对他的父母 我也很照顾 可这次卧床疼痛且感到 无理无助时 很明显地体察到 对前夫的怨恨 这种强烈的怨念 在两年前 一次住院做手术时 也曾出现 不知如何处理心中 潜藏的怨恨 如何将眼前的困境 装化成修行的质量 OK好的 我的建议是 修行的时候 你若能的话 就是采用顺水推舟的方 用升华的方 而不是用压制对抗的方 有的时候你不得已 你得用压制 你得用对抗的方式 但是有选择的时候 用顺水推舟 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顺水推舟 那就是 你可以继续有这样怨愤 有这样的愤愤不平 可是 你把那个目标 导向 不同的对象 具体而言呢 这里面有没有 值得怨恨 当然是有 你如果看这个事件 真的是 绝大绝大部分的人类 他们是很自私的 然后 你若有遇到 好像不自私的 那也是很有可能 他当前的福报 使得他不用那么的自私 他当前的 这种文明 家教等等的熏陶 使得他 更高明的 在隐藏着 他的自私 有可能你 跟这个人 目前没有 什么明显的 直接的利益 冲突 所以你绝大不自私 但是 你的人生经验 如果够丰富的话 你就会发现 绝大部分的人类 他们是 很自私 然后 他可以 在谈恋爱的时候 那么一样的 甜言蜜语 然后 再分手 在 他没有办法 从你这个地方 得到他要的 情感上面的 自良的时候 是 对你的安危 对你的幸福 如此的 置之不顾 所以这世间 真的 有好多好多的 这些行为现象 你会发现到说 这种怨恨 他 起码他 逻辑上是讲得通 他是一种理性的 一种反应 那我们可以把 这样的这种愤怒 不是导向一个人 而是导向 就是 这种行为模式 因为这不是只有 你前夫 才有的问题 就是 所有的 在无名 在烦恼 在执着打转的人 通通都是这样 也就是说 这个世间 你能够观察到的 就是什么 就是行为模式 然后行为模式 它是什么 行为模式 它就是一种 被推逼 它有一个噪音 它有一个促音 它有一个 启动 这个行为 启动 这个活动 的那个动机 然后你对于 这样的状况 对于这种事件 这种 人 因为什么不足 因为什么要动机 然后不断不断地去推动 然后最终 他不断不断地 就是在服务 他自私的目的 对于这个现象 对于这种行为模式 你是 很愤怒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 过渡期的修行 就是说你最终 你的修行会不只是这样子 你最终 你的愤怒会消失掉 会全然地被升华 可是这是一个 可以做的 过渡时期的修行 就是允许你的愤怒的存在 但是把这愤怒 导向不一样的地方 这不是只有你前夫 你是碰巧 你跟这个人 有了前任夫妻的关系 如果这个历史因缘 稍稍的一个改变 你有可能就是 跟另外一个人 有婚姻的关系 承受另外一种委屈 承受另外一种窝囊 承受另外一种霸凌 承受另外一种欺负等等 没完没了的 然后人与人之间 那种真诚的 不带着额外动机的 纯粹是 慈悲智慧 流露的 那状况是 很难能可归的 特别需要珍惜 那除了这个之外 差不多所有的互动 那个 每一个人的心 它是 几乎是自动在盘算 这怎么能够利益自己 我能够从 这样的关系里 得到什么好处 你能给我什么 我之所以能够给你什么 原因是因为你能给我什么 它脱离不开 这样的盘拒 这样的一个 一个 盘算 这个 不是你前夫他 很刻意的计划 选择 这样子做的 这是这种无名里面 漩涡里面 自然的现象 所以生气吧 允许你自己狠狠的 发火 觉得这个怎么那么的愚蠢 这个怎么那么的可恶 这怎么那么的不值 但是转移目标 OK好 我们再看 下一位朋友 的问题 曾经的朱老师 您以前在 益生生 话题的互动中 提过 传说益生生 出窍太久 身体会死亡 好像有人间接 提过您对益生生 出窍有时间的建议 这对于某一些人 会觉得益生生 出窍是一件 有很大风险的事情 我理解老师 是不会让学生 去练习 风险大的项目 所以是不是没有经过 漫长的刻苦的训练 禅修者的益生生 出窍只是非常短暂的 难以维持的 神足通修行人 是能自主控制风险的 反过来说 过益生生出窍 把自己身体弄死 是和自己避棄 把自己憋死一样 其实只是一种传说 OK好的 是的 一般的人 他们对于所谓的修行 有往往有一种 莫测高深的想法 所以不只是你这边 所讲益生生 灵魂出窍的问题 你看凡俗的人 如果听到说 你在修学静坐 他们一个很通常的反应 说你要小心一点 要不然的话你会走火入魔 实际上 你认识了那么多禅修的人 有几个人是 禅修是走火入魔 我一个都没有遇到过 我一个都没有认识我 可是有那么普遍的这种传说 当然我不是说禅修都没有危险 可是如果你因为修学禅修 而发生了严重 生理上面 心理上面的问题 那往往是第一 你的方法是太不高明 严重的不高明 然后第二是很有可能 你本身就是有病的 生理上疾病 心理上面的疾病 所以你禅修的方式在 不知不觉的在 启动了你的这些病 然后同样的 这种像灵魂出窍 出阳神 出阴神 这种异生神等等的 这方面这个议题 我唯一能够想到 要提醒的就是 如果你有像人格分解 有那种所谓的 dissociat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这方面的心理上面的问题的人 你要特别的小心 或者是最好不要去触碰 这样子的修行 除了这样的小部分的人之外 其他的人是很难想象 会因为修学 这样子的技巧而出现 你这边所讲的 冒险 或者是把身体弄死 这样的现象 OK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主大师您好 很是惭愧听了您这么久的课 面对境界时 却还是一头扎进去 最近试着重新捡起来 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 一 不静观的重点 在自身的立足点 而不是对外的挑剔 对吗 OK 不一定的 不静观很多不同的做法 它可以是对自身 它可以是对他身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 针对你观察自己身体的特征 也可以针对观察其他的人身体的特征 它可以是观察身体的特征 它也是观察心理的特征 它可以是任何一个能够松脱开你的冥想的 你的陶醉感的 你的习以为常的 它都会通称为是一种不静观的 OK好 你继续问道 我发现当我针对外貌时 开始觉得难看也无所谓 甚至试图用磁心的内容说服自己 性格好不好也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 我感觉好恐怖 好怕自己因为欲望而随便找个人过一辈子 我之前常用的角度是对自己说 世界上跟他最像的就是他的母亲 不如你看看他的母亲现在好不好看 现在会觉得就算变老也有十几年了 这个时候加大力度寻找更不静的角度 或者为自己找一个能落脚的安文出 请问这两种方法有优劣吗 还是看个人秉性实验更有效的呢 OK好的 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你这边你觉得 你这边的这种想法 你说性格好不好也不是他能控制的 你感觉好恐怖 其实是没有必要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 我们对于自己的烦恼有警觉 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不用 过度的去夸大他的恐怖 在这个世间 你要把自己推到一个三恶道的境地 我们在过去不断不断的在讲 那是需要你一错再错 一错再错 一意孤行 坚持着固执着 不断的在用错误的回应的方式 把眼前越来越糟糕的状况 再变得更加的糟糕 所以如果你随便找个人过一辈子 那真的是那么恐怖 当然如果你有选择 你当然要更智慧的 择偶 可是假设说你是 所谓的随便找一个人过一辈子 是像古代一样 父母亲帮你安排 或者是你一次相亲 你就跟别人选择 选择跟某一个人过一辈子 你的那个离婚率 你的婚姻的不幸福 那个几率不见得会比 那种一般普遍的透过恋爱 透过长时间仔细的择偶 最终的那个离婚率 跟快乐度 而比较高的 不见得哪一个是比较高的 然后 你就算是相对的随便找一个人过一辈子 你如果懂得用一些尝试保护你自己 像什么叫做婚前的协议 你也知道怎么样在经济上的心理上 在修行上面 怎么样的compartmentalize 把区隔化 保护你自己个人的边界等等 那么 这些都不是一种全然不可管控的 恐怖的 然后你这边 问的主要的问题 那不静的角度 或者为自己找一个能落脚的安稳处 哪一个是更好的 一般而言 佛陀他 对于不静观的态度是以下 很多在跟佛陀正式修学解脱道的人 在跟佛陀学习之前 他们已经 有自己的 禅修技巧 这里面往往包括了不静观 所以不静观在佛教里面地位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 本来是 其他宗教就有的 其他的老师 所教的 属于解脱道的一个部分 然后佛陀 他对于 这样的这个修行的方法 他觉得是可以的 他是有可能有他的效用 尽管 他对于 不静观 有淡疏 有一个程度的保留 然后佛教的传统里面 对不静观的 的基本态度 也是这个样子 他又讲到 不静观有可能带来的 不好的病态的效果 所以 如果我们很笼统的解释 不静观 他在佛教里面的 这个作用 他的地位 他一定是要建立在 圣见上面 你已经有一个 稳健的 正确的 健康的 解脱道的 愿景 价值观 逻辑 然后你配合 修不静观 那么这个 修不静观 他是很有可能 可以变得很有用 有可能 他是一个 好的一个 辅助的方法 等等 如果你没有在 这样的基础上面 修学不静观 的的话 单纯的评价 不静观 他 在没有 正见辅助之下 他 并不是一个 特别的 理想的 全方位的 修行方法 你如果看 佛陀 他的教育方法 他是如何的 全方位法 首先他不是 只是叫你 不静 他叫你 静 他不是只叫你 推 他叫你 拉 他不是叫你 只是脱离开 某一种状况 他在教你 怎么样 进入另外一种状况 他不是叫你 只是去观察 某一个状况 的过患 他在教你 去观察 另外一种状况 他能够提供给你 更大的安乐 佛陀教法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他虽然一方面 他 允可 在某一种 状况之下 人他可能因为 折磨自己 他 历经了各种的苦难 而修行成功 但是在 最理想 最稳当的修行方法 是 你能够健康快乐 平衡 的生活 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 里面去完成 解脱道 所以 我 特别是 针对你这边的用词 我不会建议你 把不尽管 当成是一个 大锤子一样 你如何要 增大 他的 暴力 增大 他的力度 不是只是这个样子 而已 那个佛法里面 他经常用的手术道 他可以是很灵巧 他可以是 微乎极为的 在 切割一些 最 关键的 那个纠葛的地方 而不是只是盲目的 用蛮力的 去给自己灌束 说这个好丑 这个好肮脏 这个 动得不好 随着我的 年龄的增长 还有 对于 佛法技巧的 了解 跟 熟练 我是 越来越能够 知道 有很多 特别 纤细的 技巧 它是不容易 被文字 所承载 所以 所谓的原始经典里面 它少提及 或者是没有提及的 一些修行 它不见得就没有参考价值 或者是 不见得说它就是 一定要比 那个承载 文字承载的那些修行 来得更不理想 它不见得是这个样子 那种佛经的基层 文字的基层 所有这种 古代 庞大的资讯 它的保留 它是 不得不 要夹杂 很多的 武断 要夹杂 很多的 那种 在 直觉上的 在 失忆 高超 先进上面的 那种不容易 具体化表达的东西 这些东西会流失掉 所以 我的建议是 平衡 我的建议是 要 一方面 要照顾到 什么事能够让你 更 舒服 更快 所以你会很自然的 乐意的 看到 那之前 不擅长的状态 它的不静 OK好 我们再看 下一位朋友 这是同一朋友 第二个问题 前段时间 很是 松懈 自以为 懂得够多 不需要努力了 去基督教 晃了好大一圈 在痛苦难过的时候 不去抽身 室外 观察距离 就只是 不断念着 上帝救我 确实 有些作用 但现在 看这 只是压制 注意力 强行锁在一个地方 不会有发展的空间 请问对于外道方法 怎样判断是 暂时可以用的攻击 还是会带来 太处的奇物 OK 难以笼统的说明 但能够具体的 针对某一些事项 做说明 像你这边所讲的 你把 上帝救我 做一个方法 它有 可能有几个 有限的地方 有几个 有过患的地方 一个就是 它太机械化 是不是 佛法 它的修行 它一定是 要包含了 你在 观察 你的行 你在调整 你的行 你在超越 你的行 如果你不断在 念诵着 上帝救我 上帝救我 这里面 具有这样的内容 它能够帮助你 越来越了解 你的行 调整你的行 超越这个行 不容易 会有这些内涵 然后另外一个过患 就是 你不断在讲 上帝救我 然后 这边你的这个上帝 往往它是一个 解析度非常低 它是一个偶像化 外在的一个神奇 这样这个修行化 只是让你变得 越来越依赖 外在权威 让你强化 某种借禁群 强化某种迷信 借禁曲的意思 就是说 它不是 你痛苦发生的 真实的行为原因 你是因为受到某一种 宗教观念的影响 所以你糊里糊涂地去接受 说啊 这个就是痛苦的原因 痛苦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信上帝 痛苦的原因是 因为我没有去信靠上帝 等等 你不断去强化这方面的信仰 它会怎么样 它会让你的智慧雷弱 会让你的智慧退化 迷信它是会 取代智慧 然后佛法智慧 它一定是建立在 你对于行为 层次上的因果关系的 的观察的 OK 好 我们再看 你第三个问题 当生活中面对 感到向往基督的事物 会安慰自己说 就算这么有钱 还是不满足 就算那么漂亮 还是要老 就算这么努力的 达成目标 还是要为下一个目标奔波 有用确实安抚了 躁动 但随后出现的事内 就觉得自己是精神胜利 只是给自己找躺平的借口 我感觉自己只是个 不愿承担责任 不愿努力的小气男 因为我并不是对世界厌礼 只是不想努力 为此费心思 如果能直接得到 还是很受用的 请问对于这个不安奋用 涅槃是最大的快乐 这个角度寻思好的 还是先为世界努力 等因缘成熟的自然躺平呢 之前为了考试几个月 都没休息 每天都很焦虑 只想着用手机缓解压力 结果现在考试没有结果 休息也拉下来了 却还是在挣扎 这其中的平衡点 是以安心作为标准 你的躺平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的躺平是指说 你消极无作为 可是心里面还是很焦扰 很不安的 然后因为你的消极不作为 所以使得这样的不安 更恶化 那这样躺平当然是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你的躺平 如果你的偷懒 它是你能够安心的 而且它不会使得 你的长远的躺平受到影响 那么那样的躺平 那样的偷懒 有什么不对呢 有什么不好呢 你要懂得去检查 你从小你接受到很多的观念 你是没有好好去检视它的 这些观念包括了 就是他认为努力 它就是有自身存在的绝对价值 佛法不是这样子认为的 佛法认为努力 它是一个不得已之恶 如果你不努力 而造成了你长远不安的 这当然是不好的 可是如果你能够不努力 不透过那么大的辛苦 而获得长远安乐 这为什么会是不好的 所以禅修的人 他反而应该要去检验 自己的努力 如何的能够变得越来越 睿智 精纯 趋向无为 越来越省力 然后你这个地方 你所形容的这个状态 你最后问这样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里面 它是有 蛮多的混乱 我这边不是批评的意思 纯粹就是 针对你这个情形 来跟你讲 这原因是因为 你没有在扎实的体会着 那个从三妹里面得到的 安乐平安 你若你有得到过这种安乐跟平安的话 那么你 问问题的方法 不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所以 先从小的地方做起 在生活里面 引接着越来越多的从容 你不一定能够做到 说我一次我一个小时 我内心有多安定 可是你可以做得到一次五秒钟 一次三秒钟 是不是 然后你 可以很认真的这样子做 然后你的这种认真的做 你可以是想象着 你在受用着真正躺平的好处 也就是说你当前 你认真的 努力的 在让自己放松 脱离开焦虑 实际上你所受用的躺平 是比起你这边所形容的消极的躺平 是更加舒服的 是有更深度的休息 它是有更大的复苏的能力 然后它会使得你 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 这种积极的态度会使得你 当你不得不非要努力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好的 这种努力不会让你感觉到辛苦的 然后这样的这种努力 它是 会让你不断的趋向 那个不需要那么费力的状态 OK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位 寄信来的朋友 尊敬的朱老师您好 最近读到相应部中 关于四种食物的经文 以前您也开始过 对于这四种食物 还是有不太理解地方 第一种物质食物 比做独子的肉干 以前觉得很可怕 人怎么能吃自己的孩子 现在发现这种比喻 可以减弱对物质食物的浴潭 感恩世间生灵的奉献 给禅修人作为修行的资良 对于经典里的专有词汇 理解起来还是比较费劲 恳清老师用白话一点的叙述 开始后面三种食和被变质的益处 第二种猝食比做无皮肤的母牛 靠近哪里都会受到 猝食被变质后 三瘦被变质 第三种一丝食比做被暗入 入火坑人 一丝食被变质后 三可爱变质 第四种事食比做被击伤三百枪 事实被变质后 明色被变质 OK 好的 第二种食叫猝食 简单的来讲就是 我们的内心它寻觅快乐的所在 其中的一个所在 就是具体的触感 这个具体的触感就是有舒适的感觉 不舒适的感觉 中性的感觉 如果你观察你日常生活中 不断不断出现了反应 实际上这些反应都是在对这三种处 做调整 那个比喻 它就很像是牛马 它不断被苍蝇叮咬 它不断要挥舞它自己的尾巴 去驱赶这些苍蝇 我们平时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你那么 平凡的在眨眼睛 因为眼睛 眼珠子它变干燥 你的不舒服 你为什么那么平凡的在 改变你的姿势 因为某一种姿势你待久了 你会有麻木 酸疼 不舒服 无聊等等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从这样这个角度 去了解 你所贪恋的食物 它的特质居然是这个样 它需要你忙碌的 不断的反应 那么那个就像是母牛 它被扒皮了 然后它不断的被各种的蚊虫所叮咬 然后呢 当你贯彻了解 这个所谓的猝食 你从这里面解脱 那么你就能够从三寿当中解脱 这是可以理解的吗 三寿就是你对于舒适的感觉 不舒适的感觉 中性的感觉 你对它解脱 你对它完全了知 你对它不执着 然后第三种 的食叫义思食 义思食简单的来讲 就是创造欲 你看那个 从初的到维系的 最维系的 你看有 某一种高级的天堂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 去变现去幻现出各种的虚拟的场景 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去满足自己的创造欲 然后 很粗的 像人类的小孩子 他可以在沙堆里面堆砌城堡 堆砌一些 其实以成人的标准来看 很粗略的建筑物 很粗略的 这些 护城河等等的这些建筑物 可是小孩子在里面自得其乐 这些就是创造欲 所以 义思食简单的来讲 就是你 你透过收集 透过 赵索 透过 做 这些动作 这些意志的积累 而获得的快乐 那艺术的创作 它可以是属于这个方面 你心里面你回想到你的成就 这是属于这个方面 你 一个人他收集邮票 他这个收集古丸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属于这个方面 然后 为什么 义思食被比作暗入火坑 因为我们所有的意志欲望 它是挟持着新的 你认识看 你的这种 那个所谓的意志 它是什么 它是一种推逼嘛 推逼 就只说你不得不 就是你被压缩了 所以这个比喻是很恰当 然后为什么说 义思食被辨知 三可爱被辨知 三种可爱就是 欲爱 有爱 无有爱 什么叫欲爱 有爱 无有爱 就是你的这个意志 它被推逼 它渴求 要以不同种的状况呈现 如果 你的创造欲 是跟欲界有关联的 你看我积了那么多财富 你看我积了那么多人脉 这个就是欲界的爱 如果你的这个 可爱是跟你的 像某一种修行境界有关联 你都不知道 我修行修道 我内心经常都是充满的 宽容 充满的满足 充满的知足 就是这个得意 你不断要复制这样的经验 这也是一种推比 所以当然 这种三种可爱 它跟意思是有关联的 然后最后 第四种诗叫事实 我们过去 我们已经有 针对这事实 有好几堂课 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回过头来听 简单的讲 你就连你不断的 要去经历 去经验 到这些种种的资讯 它也是一种疲劳轰炸 就算你内心少执着 你每天还是要听到 哪一国跟哪一国打仗 每天还是要听到 哪一国跟哪一国竞争 你还是要知道说 人类因为 谁比较爱国 谁比较爱哪一个民族 然后发生各种的冲突 你还活在这样的一种 觉知框架里面 就像是受到疲劳轰炸一样 各种的政治上面的论证 各种欲望上面的论证 各种宗教哲学上面的论证 然后这个当然是跟名色有关联的 名色是什么 名色就是你的事 它处理的资讯 你的意识 这个什么叫意识 意识它就是一个被限制了 被自我定位了的觉知 然后这样的一个被限制的 已经被在地化 已经被位格化的觉知 它都在处理什么 它都在处理 要么就是触感 要么就是观念 然后我们过去对这事实 实际上有很多的讲说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回过头来 再去复习一下 OK好 这些是朋友们所寄来的问题 对于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 老师你好 你好 谢谢老师 好久没有跟老师交流了 但是实际上我感觉 每天都有跟老师在一起 然后我说的在一起 不是对老师的能格性的在一起 它的原因是 因为我基本上 内心已经非常确定了 就是我探索的那个问题 就是老师探索的那个问题 我们探索的是同一个问题 所以我感觉好像 跟老师每天都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因为因为我因为我每天都有在思考这个问题 之前老师有跟我 因为我我之前有跟老师提过 就是我有严重的那个 失眠的困扰的问题 老师有是跟我说一个问题 说 其实如果我们 不处理 就哪怕是没有睡着 如果我们贴近觉知 就保持觉知不处 资讯 他也有睡眠的效果 那个 我我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是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验证到了 然后 非常 老师提醒这一点 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可能不会去 关注这个事情 因为我我我 因为我以前 睡眠如果不好的话 我就死撑着 这个对我的那个身体的伤害非常大 然后我现在就是 在觉试里面 然后不处理知识 他确实有睡过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平时是露睡的必经之路 是露睡的必经之路 就是哪怕我 比如说我现在 因为现在当了班主任 然后 很糟糕的一个事情 是六点钟就要起来 陪那个那些高中的学生 好 这个对我来说 就是非常崩溃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就 窗泡完之后 吃完早餐 我就会回到宿舍 用大概那小时 然后去这样去休息 这样休息的效果 很好 哪怕是没睡早 很好 第二个就是 其实这个是露睡的 这个必经之路 它是很容易露睡的 所以我跟同事开玩笑说 当然是开玩笑 我说我念成了一个神功 或者一种非快速的 那个露睡方法 对对 那个哈维我还可以 那个多跟你分享一个 你这边所提到 有关联的事情 那就是说 贴近觉知 那个觉知呢 它并不一定要处在知的状态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悖论 这听起来很奇怪 为什么说觉知 它不是要处于知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 醒着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个觉知 它有具体的目标 我在知道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贴近觉知 特别是你要帮助你自己入睡 或者帮助你自己能够深度的休息 可以练习的贴近觉知 你可以刻意的去提醒你自己说 那个觉知 它是不需要知道什么的 那个觉知 它是可以做自己 然后这个做自己 它是不一定非要有具体一个什么框架 它一定要收集了什么样资讯 它一定是要处理了哪一些记忆的内容 它可以是完全跟这些都是无关的 然后很多的人 他们禅修的时候 他们的睡觉房 他可以进入这种似睡非睡 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具体的知的内容 但是它也不是处在一种昏昧不觉知 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容易形容 但是如果勉强要讲的话 那个感觉有一点像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 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那个内容 经验内容 它一直在变化 可是它底下有一个最基本的一种存在感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经验内容 尽管它们的不同 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相同的基调 然后你就处在这样的这种基调当中 然后在这样的这种基调当中 你如果要勉强形容 那个心 那个时候的状态 你可以讲 它是没有在费心耗神的 我们人是甚至在睡梦当中 都难免在费心耗神 在睡梦当中 你隐约的还在 那个梦境里 或恍惚当中在处理着你担心的事 在重复着一些程序 在处在那种 一直在做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如果没有在费心耗神的话 那个感觉是 甚至是 好像时间 它是停顿下来 我们的时间的观念 我们时间的观念 它实际上直接是跟我们 那种 我要费劲的去做事情 它跟Doership是有关联的 如果你把这种Doership 这种作者 这种我在费劲在做事 这个状况停歇下来的话 那个时间感觉要么变得稀薄 要么它会全然的都停歇 然后那是很好的休息的 是的 老师 就是因为我在改善自己的那个休睡眠的同时 其实我不止于此 其实我还有 我还利用这个机会去研究 就是去休息 我有一种感觉了 其实我们醒着 就是因为在这一段过程当中练习 那个入睡的那个过程 我就感觉 其实只要我们醒着 其实就是在用力 就是能要醒的话 它底层它有一个用力 它有一个力支撑 我们入睡是 其实有一个 这个好像一个开关一样的 这个力就可以放掉 然后我们就会 不处理资讯 基本上可以处于自然的不处理资讯的状态 就是我们很容易入睡 如果反向的看 其实我们入睡的过程 实际上是先要 把这个力给放下 然后慢慢的 那个底层 它会自然的 推到那个入睡 那个那个入睡里面去 所以我们醒 我想跟老师反馈的是 我们醒着其实就是在用力 但是这种用力不是 推入到轮回的用力 就是我们有入 有睡梦 然后到醒着的过程 你要醒着 它一定有个力支撑 对 是的 然后我现在 就是在这种反复的那个观察当中 我发现 最快的方法 我就是把那个力给卸下 然后他就会很快的 就是会加速进入那个入睡的过程 其实我们正常人 任何人 我感觉就是 他要入睡的话 他这个力 他一定是最终 他只要放下 他才会进入入睡的 这是入睡的必经之路 就是 对 是的 而且你可以透过这样的练习 如果你平时是有空闲的时候 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入定 唯一的不同就是你入定 你是没有入睡的 可是同样也是你可以 透过这个你刚刚形容的 那个放下那个用力的那个机转 然后你就会发现入定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自然的事情 他自然简单就如同你要入睡 每个人都会的 每个人都会的 他唯一要做的只是说 你是有保存的清醒 可是实际上你有点刻意的松开 让你维持着普通的清醒状态的 那个机转 是 所以其实我一直想跟老师探讨 那个 就是打坐的那个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探索 因为 所以我现在介入这个时间 想跟老师切入一下 就是打坐的事情 因为 我的经验当中 我想问一下老师 在我的经验当中 我打坐有 我觉得能的 那个静坐有两种 我怎么有一种感觉 老师难道不是说 入睡才是无设定吗 真正的无设定吗 入睡 你把身体的那个五月 全部给停歇下来 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无设定吗 就是传统上的 课本上面的 这种对无设定的定义 然后它是 要身体的触感都停歇了 所以起码在那个程度上 它更像是熟睡时候的触感 它比较不像是 一般的人清醒的时候的触感 那但是 我因为种种原因 所以我不会刻意的 坚持这种课本上的 对无设定的定义 我认为 无设定 如果把它理解为在光谱上面 你去着重于 不是这些临床上面的 标准 而是去着重于那些 更关键的标准 像我认为说 你是不是在 探索着新的质地 类似像这样的标准 那种无设定 它是更容易修学 然后它的好处是一点都不会输给 那种课本上面的无设定 所以老师说的那个无设定 是需要维持清醒吗 就维持醒着 它没有入睡 对 那个课本上 它也是维持清醒的 要维持清醒 老师 之前有讲过一个事情 其实 我有同感 我非常非常有同感 就是讲到那个 可是虽然 画画虽如此 虽然说 课本上面的无设定 它是需要你清醒的时候 进行的 这并不是说 你刚行为那种方式 它是不可以进行 你刚行为那种方式 实际上在 其他的传承 也就是不是在佛教的 不是在原始佛法的传承里面 他们也有提到 像藏密里面 有讲到所谓Rigba 这个Rigba 它是可以特别容易在人 似碎非碎的状况当中 去认知的 去体验到的 嗯 其实我没有 我一刻也没有 就是放弃 就是那种观察性的机会了 特别是入睡的 那个过程 我觉得是一个观察性的一个机会 之前老师有讲过 就是路 就是我们醒着的瞬间 就是我们 有时候会观察到 就是那个五蕴载路到新的过程 这个我同意 我也有类似的那个 嗯 经验 就是我有时候我一醒来 我就不知道自己是东南西北了 就是好像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但是慢慢的 你会 其实在触感上 你都能够观察到 它那个五蕴在载路的新的 那个过程 你慢慢的恢复了记忆 慢慢的恢复 哦 知道我是谁 我在哪个位置 对 是的 我们的时间点 是的 是的 所以有过比较深入的 定的经验的人呢 他很容易的会有 这种 发现到 你平时的自我跟世界 他其实是一层一层的 然后是一层一层 载入进来的 他是一层一层 慢慢呈现出来的 他不是说就是一个 为什么佛经缘 他会形容我们的人格 像是洋葱 像是芭蕉树 树 它是一层一层的皮 组合起来的 然后这个 因为有这样的层层包装 所以你可以有意义的去区分 哪一个部分的心理活动 是在更底层的 哪一个部分的心理活动 是在更表层的 然后像我们的身体的感觉 这个是属于相对于表层的 心理活动的 然后那种似碎 非碎 的那种状态 它是相对于底层的 就是有 就是长期练习 入睡的那个过程 其实我有 我也有观察到 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就是入睡的过程 它也可以观察到 它的五蕴 在载出的一个过程 甚至那个视觉 在载出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这种 这种触感 它触感上能够 就比如说你 突然之间 快要入睡的时候 你被明显的 在触感上感觉到 你有一些 老神经的部分 它已经被 载出了 就是 然后你就会有 昏昏欲睡的那种感觉 进一步载出 它可能就是 直接就入睡了 对 是的 然后一般而言 虽然说观察 入睡的过程 有帮助 可是它帮助 不如 你观察 你醒来的 那个过程 你观察 醒来的过程 那是看得 更加清楚的 看到 你的那个心形 它是什么 一层一层的包装 加进来 那个最外围的 那个包装 包括你的 那个粗的念头 它产生了 你看到 我今天做什么事情 我人在哪里 这就是相对 很表层 在这个之前 其实有 好多更底层的活动 它会先出现 然后你可以目睹 它们的出现 那至于那个 入睡的过程的话 你可能 你做到三分之一 你做到一半 你已经睡着了 那个其他的 更细微的 那个要宰出的 过程 你都拉掉了 你都没有看到 嗯 老师我一直有 其实我一直在长期 在研究这个问题 其实研究这个问题 我其实我想触及 那个终结问题 到底是有没有 轮回的问题 然后心到底 是不是跟吴运 他是相对独立的 两个结合的一个问题 议题 坦白的说 我对这个议题 是非常非常的谨慎 就是我对每一部 结论 我都非常非常谨慎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 基本的一个素养 我不能乱下结论 所以我对目前 我其实只是 有观察到 类似的现象 这个类似的现象 有助于我 往这方面去靠容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百分之百的 确认 就是那个轮回的结论 没有百分之百 就是我 就是利用所有的机会 在接触它 在观察它 到底是不是这样 反正现在总体上 看上去 我们的心 它跟吴运 它好像是两个 好像是结合的关系 对对于一个禅修者而言 然后 我并不是说 你不要去怀疑 都完全不要去怀疑轮回 但我的意思是 在你 怀疑 这个心 它的不死 之前 你是更容易 能够去怀疑 你眼前 你所经历的 这个所谓自我啊 我是身体啊 这两者相比之下 谁的真切性 是更大的 那不死之心的真切性 是比起那个 你说我是身体 我是念头 真切性 还要更大 所以假如你不怀疑 说 眼前你有这些念头 我是身体等等 那但是你却说 我怀疑 不死之心 这听起来是 这听起来是 那个观察上面是有 某一些地方有辣等 有忽略 要不然的话 那个真切性 对比之下 你平常你认为 理所当然的 那些世界 它的真状 你的这些分别的 那些内容 我是身体 我这身体 它有生 它有死等等的 它相比于不死 它是更加不真切 它是 我们刚刚讲说 一层一层的那个星星 这个是相对 是外层的东西 对 对 所以如果我们 你在怀疑 说有没有不死心 可是 你却没有怀疑 你现在 这个 讲话的人 你认定了身体等等 这个听起来是 好像是颠倒过来了 老师对于这个议题来 我还想问最后一句 就是 你看 我们醒着的时候 其实是由五愿参与到 心里面 就是心才会显现出 感觉 但是我在想 如果我们能过世之后 它的五愿全崩坏了 它没有任何能量形式 去提供给那个心 那 它那个心还能显示 知觉知吗 你现在你是 假设说五蕴 它就等同于这个躯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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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问这个问题 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 五蕴 它等同于躯体 假设说 我们所认定的 那个所谓的物质世界 完全就不是我们想象的 那个样子 那么 那个五蕴 它是不是会 百分之百的 随着肉体的死亡 然后全然的熄灭 或者是说 它会有一个 譬如说像中油 这样的泥流 的状况 它有一种 还没有 即刻会 散灭掉的 一个能量 网 在那个地方 就是 如果你 你所了解的 所谓的真实 不是 带着一些 唯物的 那个基本的 预设 的话 那么很多的 那些 后面延伸出来 假设是没有必要的 包括说 我们如果这个 身体死亡 五蕴 就完全就 百分之百的 就切断 如果五蕴 它是百分之百切断 那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能够解释 这种业力延续的问题 我的感觉上是 这种轮回状 它比较像是 你与其讲说 它是有一个 绝对物质的载体 物质 坏灭掉了 载体没有了 那就是一个 绝对的一个中断 你不如把它理解为 其实我们是 在做一连串的梦 然后 在这个一连串的梦 那个梦与梦 世间 它很多 它是没有什么 必然的关联的 你在一个梦里面 你是白马王子 在下一个梦 你变成是一个 流落街头的 一个流浪汉 可是 那个里面 还是有 好多的连贯的东西 好比说 你所爱乐的东西 你那种会对 一生生执着的 这个倾向 这些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都一样 因为有一些东西 它 不会因为 你上个梦 身体的 坏灭 你上一个梦 那个剧情的中断 就使得 这个心理的活动 大然中止 它不是这个样子 嗯 好像看上去我们的 我们的人生 好像是心 带了一个威傲 那个威傲 是我们的五月 这个威傲 只是提供的能量 我没有听懂 什么叫威傲 就是 虚拟现实 就是有带着 那个 带着那个眼镜 就是你进入 那个虚拟 VR VR 啊 VR 对 嗯 好像好像是心带了一个身体的VR 一样的VR一样的 那种感觉 可以这样理解吗 那是一个有帮助的想 而起码这是第一步了 第一步可以这样子的理解了 嗯 嗯 好 呃老师还有一个哈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对不起 可能呃用的时间有点多一点 呃因为我现在是当班主任 那个坦白来说我不太想班主任 不太想当班主任 我是被架上去的 然后但是当班主任 因为我我这个人个人是 呃我对别人 呃善意和善亲和力 这是对我来说是一点都不费力的 常态就是这样哈 但是我发现你当班主任 你是要管理去学习管理学生 你如果用这种和普通人周围的人打交的 哪种方式去跟学生打交道的话 这样是造成很大的问题 远远不够远远不行 然后我在想你必须要扮演那个 恶人我们说的严重一点恶人啊 就是有时候要呵斥要什么 但是这种两者之间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我应该怎样平和 就是你你还有第三个选择 哦做好人跟做坏人 他都有很大的代价的 你还有第三个选择 就是说你做一个有清楚边界感的人 然后运用智慧 所以你不需要说去讨好别人 可是你也没有必要去呵斥别人 是不是 但是你可以清楚地表达 然后这些界限侵犯了之后 它的具体的后果是什么 然后你公平地严谨去执行 它的那个后续 它的那个结果 嗯 我我当当老师说那个界限 我我准确地普通到这词 因为我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东西了 的重要性了 是 啊好的 做一个领导人是很疲劳的 对 嗯 是 不要考虑太多的东西 是 OK 好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好 拜拜 老师 你好 我我这段时间哈 就是听就福西您最近禅修的课程 我对那个禅师有一些调整 然后今天讲到那个无偿苦 我就是我在禅作的时候 我就体验无偿苦 然后我发现其实无偿苦 就是因为无偿苦 所以非我才有处理苦的可能性 所以我这样思维到的话 不仅是就是体验到苦 而且就同时有一种 踊跃的信乐感 对 因为它是苦的无偿的 才才可能 才是非我才可能出离 有这种出离 因为出离之后 还要知道就是 苦之外有一个 不苦的那个平安 不动的那个平安 对 这样的思维的话 不会单纯的那种消极无偿想 对 是的 是的 对啊 然后有一种词和喜的那种 信念的连接 对 我有这种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提醒 然后像我们刚刚我们说 做的例子 说这个受到家暴的这个妇女 你如果要成功的劝说 她脱离开那种 被霸凌的关系的话 你除了要帮助她看到 对方仇恶的脸孔之外 你还要提供一个 更加理想的环境 说我脱离开那个环境 我住到你这里来 然后大家都是关系很祥和 相处很愉快的姐妹 这样的关系 所以同样的那个 你修学非我想 你有推有拉 大部分的人 他是没有办法 一鼓作气 一下子断尽所有的我慢的 大部分的人 他都是要透过缠纳 那个缠纳就是 好 我脱离开那种对于武运 粗糙的 召集的 强力的 有很明显的推逼感的 那样的执着 然后推开来 我可以感觉到什么 我松开了那个执着之后的 身心愉悦的状态 身心知足的那种状态 我一开始 我先珍惜这个状态 我先享受这个状态 然后这一点是很重要 是大部分的修行人都忽略的 所以他们会 你很容易说 看到一个失恋的人 然后你就劝他说 天涯何处无芳草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 他如果没有好的 七心之所得的话 他看到对方 他讲这个话 讲天涯何处无芳草 心理上实际上是 很舍不得的 他一定要在当前 他有更好的选项 他有很多人在爱他 他有很多 他真的是有其他的芳草 他回过头 他才能够讲这样子的话的 对就是像 因为您总讲课嘛 讲那个就是 不动啊 不死平安那种 然后这样才有激发我 这种就是思维转向 要不然的话 以前那个苦 苦也不知道 往哪里逃 就在苦里面承受的 然后现在苦无常 反而觉得 我愿意处理了 因为它是苦的 所以我才愿意处理 所以反而是愿意的 我是愿意处理的 然后愿意处理到 平安不动的 它那个其实 其实是本来在的 如果我们常常想着 我们跟自己的平安 在一起的话 那么就是 与我们平安无关的 真的不必要去关注了 对 是的 就是没有价值了嘛 就是因为你有 有节课讲到 那个慈心跟这个信念 特别有关系 立足点和信念 自动就会产生 慈和喜乐 踊跃这种感觉 然后即使苦和无常 我们也会用着 慈心的这感觉 去容纳它 然后归顺 归顺于 我真正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因为 几乎所有的禅修者 他一定需要这样的一个 中继瞻 他有这样中继瞻 他才会乐意说 他继续的修飞我 你如果飞我 你只是断断去 间歇性的 短暂的的话 他是没有足够的力道 能够全然的 断除掉我们的 你要断除掉我们 对大部分的而言 他是今年累月 几个月几年 很深刻的 然后很信乐的 充满信心 充满决心 不断不断的去消磨 你跟生性的这种关系 然后你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一定是处在一个 哇 真好 我相信这个 它是有好处的 我越做越高兴 我越做越有信心 所以他是需要缠纳的力 他需要七星之所 他要有推有拉 然后就如同你刚刚所说的用话 你看看你能够退到什么程度 你退到了这个程度 你反过头来去看那些非我的 跟我眼前这个七星之所 无关的那是非我 起码你能做到这一点 嗯 对 就是这个信念和我在禅修 就是总做这无色禅 慢慢我就觉得 没有关系的 就是不需要去关注了 这样的 之前就会处理一些苦 以前很抓得很紧 现在觉得不需要关注 不需要关注 和我平安无关 就是大方向很明确了 我就大方向明确之后 那些小的比起 他的价值就不一样了 嗯 然后 这种高高级的快乐跟信心 它是很奇妙 当你享受它的时候 它会使得你的心境 变得像解脱者一样 你就算没有长远的结果 可是你会感觉 你好像此时此刻 你跟解脱者心境是相应的 他们认同 你会认同 他们不认同 你会不认同 是 就是那种感觉挺好的 然后平时 我做禅修的时候 也是在这方面 就是下手 就比如说 这个苦吧 就是它表现在那个山寿上 一个是深的山寿 再有是心的那种寿 那 嗯 那个身体的那个山寿吧 它一般 就是比如苦寿 就是 你所讲那个做空物边啊 那就是想那个寿如水泡 就是想那个身体 好像一个空水泡一样 跟那个空间 给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心的这种寿吧 它就像 就是那个 海湿色楼 然后那个光明 觉知出来之后 它就会消失掉 我也会这么做 经常这么做 但是我就是进一步的话 空寿 它是有非我的感觉 然后 觉知 是回到新的 知的状态 但是 久了之后 我也觉得会疲劳 因为它两个也是像 后来我又再进一步 呃 无像的作意 就是把这种空间感 对 把那个觉知 都回归于像 因为那个空小经 还是什么经浩 好像他讲 开始是空五边 十五边 然后就是过度到 无像 因为您讲过那个 主体和客体嘛 只要是被我们发现的 觉知到的这些客体 它都不是我的心 您说这个比喻 我就想到眼睛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任何的物件 物件现象 它肯定不是眼睛了 那时候被我们看到的 它绝对不是眼睛 我就明白了 那我们感知到的 就像眼睛看 那个现象一样 这个比较 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眼睛看现象 然后那个心 和被感觉到的 就不太容易 然后我就现在 只要我被感觉到的 我就 作意它是无像 就是 被感觉到的 它就是像 就是说我们 所有被感觉到的客体 它都是一种像 然后它都不是真的我 我这样去作意的话 会让自己的无像 越来越干净一些 就是有一个 不住在像场 独立的那种感觉 我是这样 你甚至可以 很灵活的 就是说 不一定要很严格 去区分说 空无边跟无像 一定是两个东西 你可以用 更无像的方法 来进行空无边 或者是用 你现在形容的方法 都可以的 像你 如果你能够用 更无像的方法 来进行空无边 你与其把空无边 理解为是 维持着一种想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说 哇 当那个 所有一切的 那个界限感都修习了 那种 我自己 不是任何的物质 那么我会怎么样 面对境界 那种 享受着它的坦然 它的辽阔 它的 这种省力 那种没有要 划清界限的 那个修 休息 那这里面 它其实隐约 隐约的带着 无像的 这个的 修行的 是 就是 我把这个空无边 十五边和无像 给它区分的 一层一层的 这样脱离 然后像老师 你讲 也不需要这样 直接可以 就是代入 或者转入 也可以 然后 然后为什么 就从那个空无边 要是再转入 那个无像 因为空无边 有的时候 你身体 是大体调和的时候 是很好的 真是空灵感觉 你轻盈 但有的时候 它会 有堵塞感 比如头脏 或者身体 你哪里不舒适 你用空无边的时候 它那种 自爱感和干扰 那个瘦的干扰 它会有 它一直会 能感觉到 能感觉到的话 我这时候 用空无边和食物边 就是不明显地脱离开 然后我觉得 用做一无像的时候 因为把它 那种瘦 看作是一种像 这时候的话 就是脱离开 那种像的那种 自爱感 和那种瘦的干扰 就明显 这时候就特别有一种 清爽的感觉 就是给自己 清理出来了 好像 这都是可以的 是的 那我现在就是说 就是做一这个 无像解脱门在修 就是按您说 所有的那个 我被观察到的 角色 影像 都属于像的方面 然后 让自己就是保持 这种无像的 是 然后 你可以 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 跟出世法 全然的结合在一起的 我去看作 所有的那个 像 你要去想它 都是因为你对于 某一种内容 才感兴趣 然后它是 要费心耗生的 你对于这种 费心耗生 你对于那个像内容 都不感兴趣 因为你对于像的断爱 所以 你享受着无像 对 但是 就是这个像嘛 后来我又想到 那个 被感觉到的 就是 那个 不是我 但是它 它是主体和科体 但它还 不是我的话 我是那个无像 但这个像 还不能脱离我的心 就是 还不是说 完全 它不是我 但是还不能离开我的心 就是我的心 它是投射出来的 这些像 就是像投射呀 就是它自己投射出来的 它自己可以放出去 然后我也可以给它收回来 就是 这样的话 就是不会觉得 给它 割结开 就是分开 有外内对立 虽然开始的时候 我是用无像 脱离开自己 对那个像的连着 然后我也知道 它其实是一种 外放 收回 那个影像 它自己的投影 那种 这样的话 就是烦恼的时候 就是很容易知道 这是一种像 的投射 就不会盯着那个烦恼 那样 然后我在那个 打坐的时候 这一般是在 打坐和站庄的时候 比较安静的时候 我这样去思维 然后我这样思维 很宁静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 就是 自后出来 那个初衷的烦恼 给它提出来 我在思维 觉得 太不重要了 它没有价值 对 如果我要是 在触境的时候 我可能就没有 这么清晰了 是不是我在静坐的时候 很清晰的时候 就把那些烦恼 就是故意给它提出来 这样是不是有助于 减弱那些烦恼的弹成 而且你也可以 触境的时候 有一点抱着一种 我要 试水温 我要 慢慢的走到 越来越深的 水池里面 所以一开始 触境的时候 你 故意选择 一个 比较容易 能够管控的环境 然后抱着那种 说我还能够在 触境的时候 维持 多少这样的 这个座意 然后做这样的练习 心理准备 先在这个地方 做一些暖身运动 触境的时候 我还能够 这样子的 保持 我的座意 然后之后 再 进入到 深水去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思路 然后慢慢练习 就跟老师汇报一下 我再继续练习 感谢老师 谢谢 周老师好 我问一下 跟今天课程有关的 两个小技巧 而且老师一边讲的 无产苦 所以我这个跟 诸行无产 诸行故苦 这个 在静坐的 实际操作上 有什么区别 它实际上 是有很多的 可以调整 可以克制的 空间的 他没有说什么 一定 你非要按照 什么样的程序 你可以 像如果 你对于 观察 无常 它的某一个角度 特别的契机 特别的 能够看到 它产生出来的 心理效应 明显的 你就用那样的角度 所以有的人 他观无常 他侧重的角度 是动荡不安 有的人 他 观察无常的角度 是生生涅涅 是来来去去 是客人 有的人 看那个无常的角度 他 特别强调的是 那个不断 抓不到 因为不断的死亡 不断消逝 你一直没有落脚处 一直什么都得不到 他有不同的 气入点的 你可以看看 什么样的这种 气入点 跟你特别相应 特别容易让你造成 质疑 你跟身心的关系 造成你的警醒 造成 你的离遇 老师 我想讲我的操作 您看看 有没有问题 就是 我在静坐中 就是 比如说 我这个从苦极地入的话 我就会 比如说在空屋边 我去看这个动作的无常 那这其实上就是 是 呃 只行的无常 对吧 对 然后我 我另外一个问题 是我从灭地入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 比如现在 其实我 我觉得我静坐 是越来越 的确是 是像 就是政治正面的 睡着了 也是没有 这样的 没有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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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 或者是 就是有 爱着 有 有 有 连着 这个今天我听您的 这个开始 其实我觉得 我是不是还是应该有一个 政见 就是 这个政见是 靠近 涅槃呢 还是去看到 这个 无堂苦飞 我啊 就稍微有一点 在这种灭地入的情况下 需不需要有这样的 偏向哪一方的一个政见啊 佛法里面对政见 已经建立起来的定义啊 是想说 你已经 预留 你已经是 正德所谓的出国 当然一般人听到这样讲法 就觉得 会莫高深 哇 你居然讲到圣古的这个问题 是 在具体的那种经验上面啊 你说 政见已经建立 它不是一个那么 神秘遥不可解 它是一个 政见 它已经全然的弥漫到你的态度 你的 你的 观念 你的 对事物的取舍 你是会有 有可能有间歇性的 非常偶尔的那种思念 可是你的基本的态度 你基本的方向是再也不会改变 然后所以 政见已经建立的人 他就算是出现了那种 不小心打坐的时候 睡着了 或者是他是处在这种 半睡半醒当中 他会发现到他的整体的 趋向 仍然是向着解脱的 他 那个佛经里面形容 就是说 已经 砍断了木材 你把它丢到恒河水里面 那个木材 迟早还要流到大海去 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所以 你可以 透过增上做 去加快 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是在这里面 你有好大的一个部分 你是 信靠着 这个自然的流程 对你来讲 你已经心里面是 绝大程度 绝大部分的安心 我已经看到 就是说 这种解脱 它是一个 水到渠成的问题 就彻底的解脱 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 甚至你可以形容 你当下 的这种状况 它是 好一个程度的会解脱 好一个程度的 解脱 我就顺其自然 就可以 是吧 你就连你时不时 都会提醒你自己 说我要政治正念 其实那个都是 感觉上都是 在顺其自然 你这里面是 不会有什么 什么焦躁 罪恶感 你不是因为 罪恶感 才这样子做的 然后我所谓的 顺其自然 并不是说 你从此 你会变得很宽散 它也不是这样子 你自然 你的内在会 为了那种 顺去着涅槃而 感到喜悦 你会对这样的过程 对于增快这个过程 随顺这个过程 感到喜悦 所以你会乐于 你会乐于 如果有机会 去推波助澜 你会乐意这样子去做的 可是这里面是没有 已经 不会像是 一般的人一样 去 强求 具有不当的控制欲 不当的气球 不会有这样的心 对于一个证件 建立起来的人 他大部分的烦恼 他大部分的那种 内在的那种 交尖的状况 已经是没有 都是一些小小的 一些跟习性有关联的 那种还没有 全然平息掉的 那个偶发的 会跟真如为何的 那样的念头有关 好的老师 我大概明白了 好的谢谢 OK 朱老师好 你好 想请问一下朱老师 刚刚第一位同学 有提到失眠的问题 是 上次我有跟朱老师 提过我的女儿 失恋了大概一个半月了 是 她实际上睡不好 那昨天晚上 她第二次跟我提说 她想去看那种 所谓的精神科 很好 是 那我就照以往 我都是这样回答她 我说你自己是药剂师 你知道精神科医师 只会给你 安眠药跟症状剂 他是没有办法 让你解决问题 那你也知道 这个药阶段 是非常非常困难 煎熬的过程 那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他说可是他很痛苦 他都没办法睡觉 是 那我不晓得 我这样的回应是对的吗 首先 不同的精神科医师 他的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若有遇到好的精神科医师 配合药物治疗 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 不是一个坏事情 因为是好的医生 我也不会对于这种 所谓的那种 抗忧郁的药物 有那么大的反感 它相比于 好多其他的药物而言 它的 害处没有那么样的 严重 然后如果 他自己感觉到 症状那么样的严重 他只要是 一方面借助着 这样的药物 一方面 他还继续的探索着 其他的方法 的的话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简单的来讲 是这样子 好 谢谢朱老师 那我可以很快的问 第二个问题吗 今天 因为有个同学在讲说 他的 在旧疾复发的时候 他在养病的时候 他发觉 他对前夫的怨恨 更强烈 那老师说 你要转移你的对象 我听到的是 老师的意思是说 这个事件本来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你碰到 你的前夫 你有可能碰到 更不好的事情 更不好的痛苦 我不晓得我这样的 听到的是不是对的 对 当然如果说 对 你继续说 好 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话 那这是不是就跟我们 出世间法 我们时常会安慰人家说 比如说一个出车祸的朋友 会跟他说 那你这个血肉之灾 可能帮你化解 你可能在生命中 会碰到的另外一个 更苦痛的现象 他帮你挡掉了 或是类似破财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后者是 有非常多的 形而上的假设的 然后前者的话 你是在观察你的行为 他的极灭为患理 简单的来讲 是这个样子 老师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吗 后者先 OK 你 讲说 这个 一个人失恋了 他这个在还业力 这个在还债 这样讲法是太多 形而上的假设 而且实际上 一个人恋爱 或者车祸 遇到这些不幸的遭遇 他心里面有那么多的纠结 严格而言 他那个不叫做还债的 他是在造心债 佛法的 那个 偿还业力 的意思 并不是说 你光是经历 那事情就偿还 佛法没有这样子的观念 佛法的观念是 如果你对于 业力的呈现 你继续的 有反应 你继续的 跟他纠结 那么你就继续的 是在造业 这个才是佛法的观念 所以你跟人家讲说 遇到车祸 他就是一种 这种还债 这是一种 形而上的假设 这个跟佛法的 基本立场不一样 佛法的基本立场是 建立在心理行为上面的 极灭未患离 心理行为上面的 极灭未患离 所以你能够去看到 说我们生气 有生气的原因 他有他升华的方法 这个生气 有他的难受的地方 有他的过患 生气 有他疏压的地方 所以你要知道 什么是高明的生气法 你能够以高明的生气法 取代低等的生气法 最终导向不会生气 所以前者跟后者是不一样的 那老师可以举例一下 比如说 你失恋这个例子 或是你刚刚那位同学 对他前夫的怨恨为例子 要怎么样升华 他的怒气跟怨恨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 你一开始的时候 假如你有能力 全然超越生气 有更快的解放 当然用那个方法 可是对很多人而言 他没办法 他那气已经起来了 那么好 那你要生气 你就好好的生气 可是你这个生气的对象 他是不是能够帮助你 更加厌离烦恼 能不能帮助你更加厌离 这世间那种轮回的过患 所以就先把这个气导向 这个世间的过患 说这个世间这种 处在这种无名烦恼 纠葛状态 真的是有够愚蠢 有够stupid 人就是这样有够自私 你也看到自己的自私 你这个怨气也不是 只是针对别人 你也在生气 那个自己身心上面 那个不断出现的 那种无名纠葛的状态 对 OK 好 那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我有看到妙亲被选等等人的举手 如果你们下星期或者以后 还愿意分享或提问的话 我们尽量优先让你们发表 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希望所有与会者主持平安 下回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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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